剛入社會其實我受了一個很大的創傷 你能想像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一千萬的這個錢借給朋友 然後被朋友倒掉 在後來人生當中 其實這個衝擊一直對我有影響 我能夠感覺到 我內在是有一塊黑暗的地方 以前啊 來做那種村民表演啊 或者魔術師啊 這樣就昏倒了 這事情是不是真的 技術上是做得到的 但是村民其實 真的要做的不是這件事情 學村民以後自己來開始幫助 自己才發現說 其實我做了一些以前的決策 還有我受了創傷 這些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好 大家好 新的這個年度呢 跟訪談的第一集 我們就邀請來了 一位也是很重量級的來賓 而是在深信尼學很重量級的來賓 NGH催眠協會 在台灣的常務理事 大K老師 大家好 我是大K 在催眠界 大家都聰呼我大K老師 大K老師我知道 他原本是幹嘛 他原本是草房的 草房草草這麼好賺 為什麼要改行來當村民師 我們這節目的特色就是啊 我們會幫大家找一些 當你的人生啊 在某個階段去做某些選擇的時候 那怎麼樣會去找到更好的道路 所謂的更好的道路不見得是錢 可能是對你自己人生價值的視線 今天呢 請大K老師來 除了來聊他 在人生一些轉折點上面 在對應 斗數上的 可以看出來什麼樣的跡象之外呢 也希望可以透過這一次 來了解一下 到底村民可以幫我們做什麼事情 草房草這麼好 幹嘛要當老師 其實 我的人生其實都是順著走的 做不動產的部分 其實也是順著所謂人生的道路 這樣一路一路走過來的 那本來我是最早是在銀行業 那在銀行業我都是在做放款 所謂做放款 銀行業有不動產擔保放款 還有企業金融放款 那兩個我都很純熟 最後做到那個國際連帶 就是一系列放款我都經歷過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 有好多投資客喔 那投資客他們都是 跟我們借錢去投資 他們就賺很多錢 就是因為投資客拿房子來貸款 那我們要去見價 我可以很自豪的說 雙北的房子大概那時候 那八十年代左右 我當房貸承辦的時候 大概最少看了三千間 所以那時候對房價非常敏感 那也就是因為對房價非常敏感 奠定了我進入不動產業的 這個所謂的人生的一個契機 那後來因為我的銀行是被合併了 所以就給我們很好的條件說 讓我們優退 那時候就拿了一筆錢出去 我們那時候還年輕 才三十幾歲 還沒四十歲 那我們要幹嘛 總不能在那邊終老一生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到我最擅長的其實就是不動產 從那時候就開始進入不動產業裡面 從不動產的投資 一直到後來就不小心買了一塊地 那買了一塊地又認識了很棒的建築師 他就幫我規劃 然後他就幫我介紹營造長城 就開始進入建築業 其實聽起來我的人生歷程其實都是 都不是我安排的 對呀 而且你的人生歷程都是人生勝利主 其實中間還是有經過所謂的創傷期 就是因為剛出社會嘛 剛出社會年輕人都很想什麼 賺錢 就把那個錢拿去借朋友去投資 就被倒了嘛 不管是來算命的 或者是我所知道的 會去做催眠 是 他都是人生碰到某些轉折點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你的人生這麼順順 你幹嘛要去解除這個 剛入社會其實我受了一個很大的創傷 你能想像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把房子拿去貸款 一千萬的這個錢借給朋友 然後被朋友倒掉 那時候我們二十幾歲那個是多可怕的事情 對那一千萬大概是現代的三千 我經過了很多年從這個創傷裡面去 去從實質上爬起來 可是內心其實存在了很大一個衝擊 在後來人生當中 其實這個衝擊一直對我有影響 也就是我不敢很用力的 很用力的去做很多的決策 我能夠感覺到我內在是有一塊黑暗的地方 那個黑暗的地方其實 需要去調整 需要去安頓 那在某個機緣裡面 其實我接觸了催眠是因為 有去參加一個救國團的前世回溯的一個課程 那這個前世回溯的課程讓我覺得 天啊怎麼有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321以後那我就能夠進入一個催眠 然後進入催眠以後我就能夠去連結到自己的前世 等等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玄奇 那時候就想說來學一下催眠好了 就開始進入了這個催眠的這個學習大概是10年前左右的事情 我在前世回溯裡面看到了很多自己跟現在的糾葛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可以去幫助我內在黑暗的那一塊 學催眠以後自己來開始幫助自己 才發現說其實我做了一些以前的決策 還有我受了創傷 這些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也許從原生家庭開始 然後一直到接受了這個創傷 然後到我學了催眠以後 利用催眠來做自我療癒以後 才了解說原來進入內心的去的探索 我才發現說有那麼多糾葛在自己的內在裡面 那這些糾葛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催眠的方式 進入自己的內在去探索它 探索它我們可以找到我們這個所謂根源 找到根源我們就可以去安頓它 在協助個案當中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工具其實可以讓個案去發覺自己所受的創傷 比如說有些人他現在他會不由自主的 都是每天都在那種負面情緒 在那種低沉的悲傷裡面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只知道說我就是一個很悲傷的人 我就是沒有辦法快樂啊 經由催眠 我們大家去探索 大家去做內在決斷 他能夠找尋得到什麼 找尋得到原來他可能以前曾經受過創傷 那被封印起來了 也因為去幫助一些人 一些來訪者就覺得說其實 助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那我那時候萌生另外一個想法是 那我會去利用催眠助人 那我也可以把這樣子的催眠的技術 傳承給我想要傳承的這些朋友 所以後來就去參加了進階的 這個催眠的講師的訓練 其實之前在認識大科老師的時候 我就問他為他說 以前來做那種催眠表演 或是魔術師這樣 就昏倒了 這事情是不是真的 然後他有剛剛要跟我解釋一下 技術上是做得到的 但是催眠其實真的要做的不是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台灣過去這個催眠兩個字其實是 讓很多人會覺得會被控制 或者是覺得說可能洗不過來 如果你沒有幫我解除催眠指令 我可能一路睡下去了 陳毅的意思是把催眠引進以後慢慢的開始 開始有人了解催眠其實他不是這個樣子 他不是說就去控制人 其實那是舞台催眠的部分 他是真實可以做得到 但是他是需要一定的規劃跟安排 可是真正催眠的目的在做什麼 幫助一個人身心的安頓 幫助這個人從負面情緒能夠轉化過來 覺得自己不好的一個信念 能夠轉化成好的信念 幫助一個沒有信心的人 怎麼樣去產生信心 建立強大自信心 所以催眠其實是在做一個助人的工作 催眠師在台灣他是沒有工作權的 沒有工作權並不是你不能做 而是說你其實沒有一個明確的項目 所以我們去年成立了工會 希望可以幫助在台灣 其實大概四五十萬這些生性的同業同僚 幫助大家你真踏踏實實的 真的繳了稅 然後有一個工會組織 然後可以受到國家的 根本法規的保護這樣子 這個讓幫身心靈工作 助人工作者開了一條路 我們也希望說這些催眠師 他能夠在法律的保障之下 做這個助人工作的這個事情 那其實就遇到大根老師以後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是可以合作的一個部分 從業人員自身的保障之外 包含他學完之後能夠受到的訓練 是不是足夠累積那個經驗 大大的幫助人 這個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是你考了駕照 跟你能夠上路 這兩件事 催眠課程 NGH課程安排八天 八天學完催眠 你是否真的就能夠去協助一個人 其實這個還是大大的不足 所以並不代表說 你拿到增長以後 你就是一個合格的催眠療癒師 你只是有這個資格 但是什麼叫做合格 就是你必須要有很充分的經驗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歷練 很多的實習 你才能夠變成一個有經驗的催眠師 你才能夠真正的利用你的經驗 從知道 從會 到達一個領悟 對不對 以這個領悟 這個經驗去協助 那些需要被協助的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都跟我的學生說 就是拿到增長以後是門檻過去的 可是呢 學習催眠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現在的這個環境來說 其實如果是以個人來執行催眠 其實會很辛苦 如果能夠有一個單位 有一個團體 或是有一個平台 讓這些深層性工作者 能夠有一個展現的機會 那來幫他帶入行銷的話 對不對 他可以全心全意的去 去執行自己的工作這一塊 我們在看那些所謂的 我們心中所謂的人生 你會發現他的特質其實都相同 他們可能背景都不一樣 但他們特質卻是相同的 就是因為大家會不約而同的 找到一個對的方向去做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說 這大K老師啊 他的命盤 他為什麼會具備這樣的特質 有在學斗搜都知道 五曲七上加情楊 這叫硬材持刀 反正看到這個位置 大家就覺得完蛋了 這叫飯官非 然後被人家槍牽等等 其實大家就覺得不太好 但是呢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命學上面 凡你聽到的他的名詞 聽起來應該是個跡象 譬如說硬材持刀 被人家槍劫 這就是個跡象 那他就必須要在運線盤才出現 那以大K老師來講 因為他在本命盤 這就只會表示說 如果他剛剛所講的 天府是一個希望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心耀 那五曲七煞再加情楊 也會表示說 他但是放在內心 所以你對於你內心想要做的事情 就可以義無反顧一直做下去 那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村民跟福德功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一下 村民老師的福德功長怎麼樣 他的福德功做什麼 做連攤 做連攤 連攤表示什麼呢 連攤是一個啊 連攤是一個會願意打破規則 而貪狼是一個慾望的心耀 那這個慾望會包含各種事情 所以通常連攤坐在福德功的人 會去期待自己在心靈跟精神的層面 會得到滿足跟不同的提升 然後去追求這一段 你知道嗎 為什麼常講說看盤 絕對不可以單攻單心論 你單獨看他的天府 會覺得他物質 單獨看他五曲七煞 會覺得這個很愛籤 但是你就看他的福德 他的靈魂呢 卻是一個很開放 而且希望自己人生不是只有錢的靈魂 大K老師應該在年紀輕的時候 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一個重視金錢的 可是實際上那個時候的他 他卻不會感覺到自己的人生是快樂的 那同時間呢 我們再來看啊 他這個運線24到33歲 他一走進這個運線的時候 你應該是在差不多30歲左右 會開始想要接觸這些東西 對那個時候你直接踩進福德工 精神的提升 對他的感覺變得很重要 到後面他為什麼會一路這樣子 要發展協會 跟一路要去追求現在的人生目標 福德工對他來講啊 就是巨大的影響 因為那個事情才是回歸到他人生的本質 那這中間當然包含了說 因為他接觸的是催眠 所以這件事情是搭起來的 如果說他今天接觸的是插瓜 或游泳 可能就會搭不到 因為他不會這麼快的去發現這一段 那因為你在這個時間點是你所需要的 而剛好接觸到了 那就會被浮現出來 會被顯現出來 大命所跌到的本命盤的工位 會在那個時間點之後 去引發你在本身的內在上面 你所需要的事情 所以就好像你的大命去跌到福氣工 你就會比較追求感情 那他你跌到的是福德工 你就會追求生性靈的部分 是一路一直帶到呢 這個大命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歲數 現在這個歲數是天同跟天良 帶露存跟靈心 銅良表示什麼呢 銅良表示說啊 你希望對人是有所不計較的幫助 天同是不計較天良是幫助 然後呢 再加上啊 你會希望把這事情啊 很努力的去做 往是靈心的關係 其實你從盤看 你會發現說他其實人生沒有什麼重大 真正重大的災難 但是他在人生對的時間點裡面 會有去碰到 真的能夠找到他所喜愛的事情 符合的事情 然後就開始慢慢把自己的人生導到 他自己 覺得自己在追求人生起來 比較有價值的地方 謝謝大開老師來 謝謝大開老師來 那 希望村民界有你喔 可以狀況越來越好 我們一起努力 對一起努力 在生性靈界裡面 能夠讓生性靈界裡面更好 對 那協助更多的生性靈工作者 對沒錯 好吧 謝謝 謝謝大開老師 謝謝各位 但是我要說 催眠看前世這個在催眠界很普遍啦 對啊 如果你在前世裡面看到某些因果 我們不論你所看到前世是真是假 對 如果你接受了這個因果的話 你回到了你 你現在 那麼可能你現在就會就會開 你會一直問我說老師那個 走速代表有看前世的 看哪個公位啊 可不可以呢 可以 走速可以直接看 你上輩子這個 是什麼事情 什麼樣子 哇這個好棒 對對對我們一起來核心一分 好沒有問題 按讚超過500我們就輸 來�輕鬆 我現在測過了 感谢观看